每人每天只要吃一餐的蔬食 就可以为地球减碳约2公斤 而改吃素一天可以减少4.1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俊达酒店特制了具有营养蔬食的央月佛头饭 当中含有蔬果以及株心的蛋白为主的食材 不仅可以摄取到各种营养素还有饱足感 同时达到永续在地有机低碳蔬食的目标 爱地球次有机绿色餐饮集成会当中 养业美地度假酒店参议行动实践ESG 向永续发展迈进 洗手企业在永续道路与大家一起来同行 敬邀南山人寿 迅捷科技 互联机密 星光三月 中国佛教会与揭达国际共同热养小农 邀请大家吃有机 让小农经济呈现多元共同的精神 以致使在地有机小农在ESG永续道路上 共好向前迈进 我们可以多吃蔬食 少吃肉 减少肉食的营养习惯 就可以减少碳排放的部分 那再来呢 我们也可以支持永续的农业 那支持我们不使用农药 不使用化学肥料的耕作方式 有机栽种 认购在地的有机小农 那再来就是我们可以共创永续的一个环境 近代集团特别聘请营养师谢宜芳调配具有能量的蔬食 央月佛陀饭 将古物 蔬菜 水果 植物性蛋白质为主的食材 全部集中在一碗之中 不仅可以一次摄取到各种营养 在地有机 地炭蔬食目标 这里呢 我要推广大家吃个健康的蔬食 那央月呢 因为非常好 我们有很多有机的小农 在帮助我们支持这个蔬食的活动 要吃蔬食最重要就是你要选择对的食材 食材是你最重要的 好 我这边教导各位怎么样吃蔬食最健康 我们先把食物分成四大类 第一大类呢 就是吃五色的生菜 为什么要吃生菜呢 因为生菜里面是生的 所以它里面含有很多维生素跟酵素 那生菜要选择对的生菜 千万不要选择一般的生菜 干净的生菜才能吃 所以我这边帮各位准备了 譬如说像高丽菜丝 紫高丽菜丝 它里面有什么 有花青素 然后呢 还有木素芽 它也能量很高 另外呢 还有胡萝卜 红萝卜呢 有悲糖胡萝卜素 还有小黄瓜 小黄瓜里面含有一个细 细能够帮助骨骼生长 所以大家呢 每天就是要吃 像这种生的蔬菜大概 这一餐满是一碗最好 那胃比较小的大概吃八分慢 第二个呢 我们要吃汆烫的青菜 而且是绿色的蔬菜 为什么要吃绿色的蔬菜 因为绿色的蔬菜里面还有什么呢 叶黄素 那很重要哦 还有悲糖胡萝卜素 这些呢 能够帮助我们 眼睛的比较明亮 夜间的视觉会比较好 那为什么蔬菜要汆烫呢 因为蔬菜有一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它有时候会有一些生物碱的问题 第二个呢 它可能会有比较多的草酸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要穿烫之后比较健康 可能穿烫之后呢 一定要加点点油 这个油呢 才能够让叶黄素牺牲 有关于地球的环境污染 气候暖化的问题日趋严重 为了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俊娜机房旗下 央云美地主要酒店 这里打造绿色旅游新标杆 特别邀请气象专家彭启明博士分享环境对气候变迁的重要 积极推广爱地球 持有机与友善耕作 本地生产 低碳蔬食与少添加物 与资源循环的经营模式 推动少肉低碳蔬食与有机绿色餐饮 同时吸收企业落实 ESG作为永续经营理念 作为减缓气候变迁与守护环境的实践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